林志堅論文風波延燒 二十七號台大召開學輪會 並撥會林志堅團隊 申請召集人蘇宏達迴避案 對此林志堅委任律師 將提覆決 我們會提起覆決 維護程序正義 如果蘇宏達教授 持續在這個學輪會裡面 進行召集的工作 那我相信這樣的一個 學輪會的判斷 也會有新政被污染的情況 喊話程序有瑕疵 林志堅團隊提出三點 寫作邏輯 包括寫作第一人稱 雙方論文中 我們進一步追問 林志堅團隊表示 問卷使用是以林志堅 競選團隊符合第一人稱邏輯 但余正煌論文 使用林志堅提供的民調 卻以第一人稱不符合常理 另外在研究架構之中 林志堅將棄保菜人間的民調 當成數據作為研究一變相 余正煌沒有設定一變相 但還是有這個段落 以及雙方對於學歷 是否影響高學歷選民投票 也有不同見解 這些說明其實都是在證明 林志堅市長的論文 沒有抄襲的這個可能 那他都是原創 那因為大家外界是把余先生的論文 拿來跟林志堅市長的論文做比較 那當然在這個比較狀況 我們就會要去比較出說 為什麼我們的是比較符合邏輯 比較符合原創性 我的論文 絕無抄襲 我希望學人會能夠秉持著這個學校的一個獨立性 那麼公平公正的來做一個審定 期盼說學人會能夠去釐清這些相關的這些資料 還我一個清白 再一次聲明 論文絕無抄襲 臺大駁回蘇宏達迴避案 林志堅團隊將在收到臺大公文之後 五天內提起覆決 而余正煌透過律師回應 論文爭執點應該回到臺大做處理 畢竟公平審查牽動的不只是選戰結果 還攸關個人生育 三類新聞區趙文 日文 台北報導